大家好 這邊是天地劫 的官方頻道 那 這一次呢 簡體版 已經在今天展開了測試 我們就搶先進來玩玩看 他這現在有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 或者說後續會有什麼樣的更動 那 前面呢 我已經先玩了一小段了 那這一次的天地劫 在整備的階段呢 會進入一個像這樣的營地 那他有 一般會有 怎麼樣的東西可以調整呢 有音樂、音效、語音 但因為我們的 影片可能會經過後製剪輯 就 讓他們聽 比較主動在聽音效跟語音 那另外說一下 因為這次還是在 測試版本 所以他這些音效、音樂、語音 都不是最終確認吧 都不是最終確認吧 跟大家先講一下 這一次就是他的 測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營地可以幹嘛 對話 然後對話會 觸及到一些 故事的內容 然後會增加月曆 那還可能會開啟一些 隱藏對白 他還偷想什麼東西啊 這是夥伴 入招一 這邊的對話呢 是因為前面呢 他其實有一些分歧選擇 遇到了夜裡的 幼宅 我們剛剛有幹掉一批怪物 那 可以選擇 要處理他們 還是 留他們一條深入 剛剛都被我處理掉啦 這個橋段呢 就是也是 自禁過去的劇情啊 如果有老玩家 他就知道他還是進哪一段 那 不知道的 接著玩這塊天地劫 你就知道啦 他老你這不是很棒嗎 這是兩賞吧 簡直太爽啦 然後呢 他的角色界面 他的角色界面就是這樣 很明顯這種 只有主角才會有 N級喔 要不然這地隊會是R級 看起來又是一個會升級的 一個設定 就是會隨著 劇情升級 然後冰刃呢 感覺是不用換的 冰刃是不用換的 只有身體的衣物 是會需要的 替換 冰刃就是藉由 不斷的鍛鍊 然後 可以放這些宙石 好 就先不講這些小細節 我們就繼續 讓你們看戰鬥的畫面 幾存 這一次的畫面表現 非常優秀 你看這條龍 像古畫一樣 然後在大地圖上會這樣展現 人越多齁 我就蠻好奇 人到最多的時候 不知道會怎麼樣 人最多的時候就不知道會怎麼樣 是 霸震條路霸戰 霸霸的概念 然後可以藉由 調整 調整 你的 排列 向導也會變換 那我們先看看第一場戰鬥 女王你的聲音聽起來也蠻恐怖的 各位女王 多針監 大家自己也能猜到 到底是怎麼猜到 從表情猜到有怪物嗎 是要怎麼樣才能用猜的 手臂發光 雙方隊這是我們這次的主角威士倆的 設定喔 少被灰發光 像個手電筒一樣 這就是所謂的 主角一定要有胎記啊 印記啊 或是特殊的髮型啊 或者是白頭髮也是挺不錯的 烈食人 看來是一個拯救村民的段落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試著 打倒這些敵人看一下基礎的設定 好 開始吧 勝利條件是敵方全滅 然後要保護他 保護他 保護他呢 這個遊戲裡面呢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職業 太強了吧 教育你就好啦 你真的有需要嗎 OK 所以呢有護衛 好就護衛 好啦 那這一次的天地劫呢 又是回歸到所謂的 五行相克 然後光暗護克 目前有六個屬性 那現在 女主時光 喔 克暗 戰鬥特效很兇猛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玩到 一開始看很漂亮 我知道後來啊 你們就很想跳過 那這邊可以看到右側 待會會有加速 動畫 自動 大概都是可以 未來隨著關卡進步 然後可以關掉 或開啟 來我們看一下阿良有什麼特殊能力 他會追擊 攻擊敵人敵人反擊之後 他可以再度反擊喔 所以只要他的 氣血百分比大於對方 或是等於對方的時候 必定 可以進行2連4攻擊 應該也是要在自己的攻擊範圍內 因為他有一些技能 不一定是會在普攻範圍內 這個追擊應該是針對普攻 好 看到啦追擊 然後 會陰陽啊 陽陣就是 主角 使用的 使機 那陰陣就是對方了 噓 噓爆炸 還爆炸 放一下技能吧 看一下技能 上方跳出來的數字 是一般的傷害 下方這個-62 剛剛閃出的-62 是他的屬性加成造成的影響 那我們再打一下這隻 看起來更明確 上面的 54、94 是正常的40 下方的紅字的40 就是他的屬性相殼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魚系 好一樣 上方跟下方 看到了嗎 下方是 因為屬性加成 帶來的傷害 你就可以知道 評估一下 你是要用 更強的角色 不是 屬性相殼去攻擊 還是 針對屬性相殼的利益 去追加化 這個口音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我還蠻喜歡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喜歡 我還蠻喜歡這個口音的 好我們這一次呢 今天就先幫大家 直接 測試一下目前版本的 戰鬥畫面 戰鬥形形 OK 勝利 好 謝謝大家這次的收看 那我們預計接下來會陸續幫大家 先探索一下目前的CP版本 掰掰